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爱奇艺泡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我现在心情其实如果是以前的话会很起伏很大吧 现在的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以前我参加一个选校活动的时候也是跟他们一样 100进60 60进24 24进12 12每周淘汰一次 所以很理解他们现在伤感的点 他们不容易的地方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做成长 其实我对比那些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不知一提 只是给了一些我觉得好的一些建议 具体都是他们自己去悟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棒 然后他们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到他们一点点的在长大成长 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 首先比第一期看到他们更稳了 更加谦虚了 更加愿意去学东西 去听东西 去看东西 然后不知道节目组的导演们 他们在生活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改变 这要问一下他们 因为可能我没有跟他们朝夕相处 所以他们具体的一些生活中的情况不是很知道 但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更多的是感受到他们的礼貌 他们的虚心 他们的用功 能力方面有很多有进步的学生 因为他真的这个努力他不跟你说假话 他是真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你的努力是可以得到突飞猛进的效果 这个是真的是不说假话 是真的吗 每个人都进步特别大 真的每一个人 其实我喜欢全方位发展的那些事情 他不是单向强 而是全面都很强 因为作为一个艺人来说 他可能会要经历许多挑战 可能是演戏 可能是唱歌 可能是跳舞 可能是Rat 可能是各种各样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全能 全方位发展的人的话 他肯定以后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 所以以后的发展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如果他努力以后的话 他的整体实力会比较强 不见的关系 这个没什么特别多心情就是告诉他 就是说你是这个分数 但我比较想了解他们是什么心情 对 如果有的话可以插播一下他们 就拿到这个等级的心情 现实如此残忍 而第六十年之后的六十一年到九十六年之七周 将全部淘汰 我的天啊 我的夜里面都快出来 第二周的排名 还在六十年之后 如果是我拿到那个等级的话 我估计我不会睡觉了 就是我会一直练到我不是那个等级 偶像是公众人物 被很多人所喜欢 所崇拜的人 所以 要当一个偶像 他首先要具备正能量的东西 具备积极向上 乐观的精神 去带领那一帮喜欢他的人 去给他们最正确的价值观 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包括公益 偶像他不仅仅只是说唱歌跳舞 被大家所认可 或者是综艺或者是演戏 更多的 他也为喜欢他的人 跟大众传达着一种 属于他自己独有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会影响别人 有可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也有可能是人家的一辈子 所以偶像担负了很大的责任 如果你想选择当偶像 一定要有两点 一个要担当 第二个要有责任 这个还不好比较 天赋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所以天赋也重要 但努力也重要 因为努力跟坚持 就像我今天说的 是你触碰成功最好的解体 因为每个人都想着成功嘛 所以你得去做 你不做就等于去放弃了这个机会 是这样的 我早上起来先化妆 化妆的时候呢 看书 或者是 记单词 去拍摄了 中间不是有休息的时间嘛 因为前天晚上已经背完台词了 所以在休息的时间 做音乐 因为每次拍完一场 你得换场啊换镜头啊是吧 做音乐 吃饭 的时候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可能吃完饭可能别人用 有三十分钟休息的话 三十分钟吃饭的时间 我就拿五分钟出来吃饭 十分钟出来吃饭 其余的时间我做音乐 整个拍完到晚上以后 就是可能 有时候可能去买一杯咖啡 喝一下以后 然后再回到酒店堆剧本 然后把剧本背完以后 明天又继续开始影视创作 然后就吸收知识 但是 确实还是因为时间太紧了 所以吸收知识太有限了 我惭愧了 我真的 我觉得太少了 生活这个开始 对我来说 生活就是工作 哇 你这问题问的好大呀 我怎么回答 我自己是张一兴 我一直就是张一兴 但是 如果我自己怎么去过这个生活 我没想到欸 我自己会怎么过这个生活呢 我想想啊 我自己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吧 就也是 喝喝 喝喝 咖啡喝喝茶 泡个脚 泡个澡 泡个澡 还有什么 没有就跟大家聊聊天 或者玩游戏 哇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 我已经生活的好没有意义啊 没有一个正解啊 我收获了动力啊 就是 哦 他们现在 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那么努力 那你这个 叫 中年是吧 我们这九零号叫 什么有 九零号有什么 中年危机之类的 我看很多种新闻这么报道嘛 就是有 中年的你 你还有什么理由 不努力呢 所以 真的是 真的有时候真的 真的感觉自己在 逼着自己在往前面走 但 有时候真的 真的 你这想不通你知道吗 你这干嘛呢 你这什么事 不知道 就自己就这么 逼自己这么走 那有没有什么 有 不好说 有是有 李文浩老师聊得多 最近我用 他给我的一些 sample 做了一首 中国风味的流行乐 我给他取名叫 在两个词语里面 我在选择 叫麻婆豆腐 或者是辣椒炒肉 你好 谁去跟他一起 对 那表情包 我的天 天天就是朋友都给我发 他老师的表情包 然后 我那天就是突然在车上 听到歌 我还app一下李文浩老师 哦 这个想法不错 我也 好 希望可以 爱奇迹泡泡的粉丝粉丝们 首先 想感谢你们 支持爱奇迹泡泡 然后也感谢你们支持偶像练习生 也感谢你们支持张一鑫 也感谢你们支持张一鑫 希望大家 嗯 保重身体 在外面的时候 注意安全 一句话 劝损字简 劝不了 劝不动 这个还是要靠自律 那如果出去游的话 最想去的地方哪 南极 如果有点声会 你一定会唱那首歌 第一首开场唱的 开场唱的 开场唱应该是比较炸的歌吧 但是第一唱的歌应该是X5 那两首歌的话 最重要 我最近觉得蜥蜴不错 那2018年 2018年 希望自己更上一层楼 爱奇艺 越想品质